你現在看到這種方式呢 其實還是必須要一個月加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再更快一點 有的 其實您可以直接進到所謂的 我的雲端硬碟裡面來 雲端硬碟 那待會呢 您可以打這個網址 打這個網址 如果你覺得要打很麻煩 沒關係 因為你剛剛都有什麼 是不是都有增加了那個叫做 那個 像我下面這個就是利用雲端硬碟自動產生出來的 也就是你只要檔案有加進來了 我們在這邊看就會自動看到 不用說再來增加 那這個儀呢 您要怎麼進到自己的雲端硬碟呢 您進到Google的首頁都可以 因為您有登錄過 所以您看右手這邊 這裡有一個更多 有沒有看到雲端硬碟 這裡就看到 就是你進到Google首頁 因為你已經有登錄過了 所以應該就會看到 這裡點一下 是不是就進來了 在這邊 你看我剛剛上傳的 我們剛剛不是有上傳到這邊來嗎 他也是傳到這裡 也是傳到這邊 那我在這邊呢 先讓大家先登錄進來好了 好不好 如果說你懶得去找 你就直接打這個網址也可以 drive.google.com 一樣會進到這邊 我先把畫面還給您 來我們大家一起先進來 好現在大家都進去了之後 我就要問一下大家 請問 平常大家有沒有在用隨身碟 有齁 要不要經歷過 重點在後面那裡去啊 都有很多啦 但是都從來沒整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覺得隨身碟也沒有很大 就算很大也懶得整理嘛 怎麼辦 很亂 這樣會很亂 雲端硬碟也是一樣 你最簡單的 你可以把它當做是一個隨身碟 你就有15G的空間 問題就是 你如果老師都丟在根目錄 那以後要找東西 好不好找 很難找 所以其實還是蠻建議大家 就是稍微多個分類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您的畫面借我齁 當您進到這裡來之後呢 進到我們雲端硬碟之後 哪裡有資料夾 從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資料夾 你可以從這邊建立 如果你也是很懶的人 因為檔案自己電腦面都有了 資料夾也都建好了 這樣整齊 用字尾就好了 直接用博弈就可以了 像我們剛剛一樣 比如說你看喔 假設 你要分享的是 這個資料夾 這個檔案 我分享兩個資料夾 假設這樣 你就按著它 我現在拖一資料夾 丟到這邊來 有沒有要上傳 上傳 這樣就可以把資料夾 直接丟進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跑出來了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你第一個方法 直接從這邊建立資料夾 第二種方式 直接從您的電腦裡面 直接用拖曳的方式進來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拿IE開玩笑 這種方法 這IE是不能用的 要用Google瀏覽器 你用IE的 它就直接就下載給你看而已 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一開始 會希望各位你先用Google瀏覽器 因為有些功能 像這種波一式的功能 就是Google它瀏覽器才支援的 所以你看我現在已經把它放進來了 當你上傳完成之後 在這邊 資料夾也進來了 這個 是不是也進來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那如果你檔案已經在這邊了 怎麼辦 沒有關係 直接用拖曳的丟進來 有沒有發現我用 像檔案總管一樣按著丟進來 這樣也是可以喔 如果你一開始萬一不小心就是沒有整理好嗎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直接把它丟進來 都可以的 所以你整理上應該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好這個是第一個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進來 那麼以後如果你想要分享的就是這些資料講 你必須要先把它怎麼樣 共用出來 所謂的共用就是 你不要忘記了 這個是你自己的雲端令碟對不對 檔案當然不會上傳出來 就怎樣 就公開啦 這樣就很危險 所以你必須自己決定要不要公開 今天如果你要放在協作平台上的 我們原則上就公開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假設我想要公開這個 我就把它勾起來 有沒有有沒有注意到 我這些資料夾 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圖有沒有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有個人的是已經有分享的 所以你們你們剛進來是很多都是看得到的 那這個這兩個 是我剛才上傳上來的 他就沒有那個這個圖就不一樣 表示這是私人的 所以今天你要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個資料夾一個檔案 或者多個都沒有關係 如果現在兩個我都想要一起做比較快 點一下你可以直接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按右鍵有一個叫共用 很像我們用那個Windows XP那種感覺 你也可以從其他這邊 選擇共用 一直都一樣 共用 又看到好熟悉的感覺對不對 這裡啊 預設是不是私人了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變更 看到這個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那個 協作平台全線都一樣 我就給我解釋了嘛 大部分我通常會選擇第二個比較多 也就是不要到搜尋已經看到嘛 還是你想要到搜尋已經看到你就選擇第一個 對不對 那我就通常我是選擇第二個比較多 所以當我按了這個之後按儲存 再按完成 你注意一下這個圖會不一樣 還沒變 對 所以我把它重置 有的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你上傳出來 如果你想要共用的 你就把它先設好 記得 當你這些資料夾都已經設為共用之後 如果以後你的檔案 是放到這些資料夾裡面的 自動繼承 這樣了解吧 以後如果新的檔案放到這裡 我就不用再設共用了啦 因為別人就自動看得到 就自動看得到 所以第一個步驟 把你的雲端硬碟進來之後 怎麼樣去建資料夾 兩個方法 第一個從這邊自己個別建立 第二個從你的檔案總管直接丟進來 然後呢 要多做一個動作 叫做分享 共用 共用完了 等一下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寫作平台 來看怎麼樣把它加進來 好不好 來我把話題先還給您 OK 那麼現在呢 大家已經把這個部分 共用出來了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雲端 那個 這邊來 我們寫作平台這邊來 一樣我再增加一個頁面 我就回到最外面 增加頁面在這邊 對不對 好按一下 好 我就直接分享資料夾的 好 他就用頁面就可以按建立 好 那麼跟剛剛那個有什麼不同 插在這裡你看 我們直接從這邊插入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雲端硬碟專屬的 嗯 我現在就是把我想要分享資料夾 直接告訴他 點一下 假設我想分享這個資料夾 或者分享這個資料夾 都可以 我先分享整個好了 整個免費軟體 OK 按選舉 那他就會問你咯 你的高度是多少 還有比較重要就是他有顯示模式 預設叫做清單 清單 清單就像我們檔案存款 一頁一頁有沒有 由上而下這個叫清單 像你現在看到 應該是 應該是 像這種 這種叫清單 那另外一種叫做什麼呢 像這個 比如說你有圖片 有影片 該不會想要讓他自己看 看文字吧 直接看圖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尤其是有照片的啊 對不對 比較方便 所以這種方式呢 我們稱作什麼 格狀顯示 好那我先用清單的方式給您看一下 好進來了 一樣 記得要按儲存 有沒有自動抓出來的 所以下次怎麼辦 如果你有新的檔案要分享 不用再進協作平台了 因為你只要把他 對 就是把他怎麼樣 放到我們的這個裡面的 免費軟體直接丟進來 那邊就自動增加出來了 這樣有點快 所以不管你的教材也好 影片也好 照片也好 你就這樣就丟進去 下次你只要負責管理你的協作平台 那個雲端硬碟就好了 當然相對的 不想分享的時候 就從那裡面拿出來 那別人就不會看到了 即使你的協作平台有東西 就是還是公開的 可是我不想要分享那些內容 就直接從雲端硬碟 湊掉就好了 你只剩殼子而已 這樣就比較快 所以您可以發現說 協作平台其實可以很簡單的 跟我們這些 就是那個 那個Google的所有服務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包括的YouTube影片 雲端硬碟 這樣再做就比較快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您看我們從左手邊 有一個配合這個雲端硬碟 點進來之後 我就把那個畫面抓給您看 有沒有兩種的 這樣了解了齁 好 那早上的部分 可能我們暫時 就是先做到這邊 所以 慢慢的可能 各位回去 老師回去的話 您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利用這種方法 就是 套用版本的方式 就可以很快的建立好 您自己的一個 課程的一個資料 當然您要不要分享 可能就是由您來決定 如果您不想分享的 您就是變成私人 您上課的時候 還是可以當作是一個教材 一個呈現方法 我上課的時候 我就以這個為主 那當作是您 一個數位教材的整理方式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喔